美食 美食 吃得習慣嗎 不習慣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從來沒有吃過 那麼好吃的東西 所以不習慣了 美食可以讓人忘記煩惱 如果真的喜歡的話 下次我再請你 不好啦 下次應該換我請你才對啊 不過可能沒有辦法 在這麼貴的店吃啦 我又不是非得吃很貴的餐廳 重點是看人吃飯的對象 社會的事情不用太勉強 我並不一定要再真實 把我社會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會再跟公司溝通看看 去哪 我送你 不用啦 我自己去坐公車就可以了 那我就陪你等公車囉 走了 對不起 我選錯過片子 害你剛才哭成這樣 電影很好看 而且劇情也很感動 看個電影不用這麼認真了 是你說過要開始學習軟弱的 等我一下 你 幹嘛啦你 史特隆是叫你來跟老余溝通工作 不是叫你來約會的好不好 我哪有約會啊 你在講什麼啦 穿成這樣是怎麼樣 你要加入少女時代 我穿什麼關係什麼事啊 奇怪耶 好 不關我的事 以後你被史特隆定 自己想辦法 這應該不是下屬隊上司 應該有的態度嗎 可是我約沈信仁小姐失敗 我們確實在談了社會的事情 你應該為你剛剛的態度 我跟沈信仁小姐道歉 我跟沈信仁講話不關你的事 沈信仁小姐 沈信仁小姐你幹嘛 你真的很莫名其妙 誰莫名其妙 你啊 我們走了 孤子再見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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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來了 杏仁 今天好漂亮喔 認識你到現在這麼久 第一次發現 你可以打扮得這麼美耶 看吧 就這樣打扮一下 那是因為大師的洋裝漂亮好不好 你打扮得這麼漂亮 你們今天約在哪裡啊 我跟你說 我們約在一家貴死人的法國餐廳 你知道嗎 那個菜單上每道菜都是天價耶 我根本點不下去啊 你那是什麼眼神啊 我們認識這麼多年 不會吧 不是你想的那樣啦 大師送你這麼貴的衣服 又約在貴死人的餐廳 下重本不可能不求獲利 清人 你一定是他的菜 大師肯定想追你 怎麼可能啊 他女朋友是魏米娜 國際名模耶 而且是那個史特隆 叫我去說服大師的啦 這種約會最無聊了 那大師說什麼啊 大師他 要放棄他原本的品牌了 怎麼會這樣 這個一定很八卦 你等我一下 我去拿點吃的喝的 你要一字不漏仔細的告訴我 劉雨樂 史特隆是叫你來 跟老余溝通工作 不是叫你來約會的好不好 我哪有約會啊 你在講什麼啦 穿成這樣是怎麼樣 你要加入少影時代 我穿什麼關係什麼事啊 奇怪啊 好 不關我的事 以後你被史特隆定 自己想辦法 你是在幹嘛 寫案子啊 你可以明天再寫啊 你知不知道女人 年紀過四十歲 新陳代謝會開始變慢 妳以為妳可以再熬多久 是誰告訴妳我40了 而且我的新陳代謝不用妳擔心 再說妳都已經50了 怎麼這個時候 還在這邊沒有睡覺 我是看妳燈還亮著 上來問妳要不要吃宵夜 吃什麼宵夜 有沒有這麼餓 妳要是這麼不喜歡 把錢放口袋的話 都拿來放口袋好了 想得美 我是好心提醒妳 要不然到時候月底又沒錢 不能請鄭凱人看電影 不要跟我借啦 對啦 我窮 不希望老魚可以裝闊 他不在家裡做網客 可以送你衣服搞拉賣 還可以花錢請你吃大餐 我們是在談公事 為什麼你每次都 往那個方向想 談公事一定要穿得 跟作秀一樣嗎 談公事一定要約在高級餐廳嗎 之前網路黑漢 已經把妳講得很難聽 說妳賠稅 妳還不懂得避嫌 請紫棋 整個企劃 妳明明也有參與 整個過程 妳應該最清楚狀況 其他人講這種話就算了 怎麼看連妳也這樣說啊 我沒有其他的意思啦 我只是怕妳被偶機上騙了 謝謝妳的關心 不要以為大師的想法會跟你一樣 你們的景點差很多 一年封閉 那一年是我自己 朝霧邊無際尋找回憶 想陪得自由我聽 一年抽離 一年貼近 冰重到底就痊癒 比起到階世 妳知道對誰放肆朝密 享受練習分離 蓮上太陽照片 冰淇淋 有空的 打擾 進去 有空的 記得 這是